大樓頂端突然竄出濃濃火蛇 整個樓層幾乎都快要 被整個火蛇吞沒 儘管外頭狂風大雨 但一點也交不息猛烈的火勢 也不知道就聽到偏偏 聽到偏偏 聽到風就跑在這裡 居民見狀趕緊報警 而警銷截火通報之後 立刻派出消防人員 冒著風雨趕到現場救援 消防人員一邊叫圍觀的民眾 趕快離開以免發生危險 一邊拉起水線 進入火牆搶救 不過由於失火的樓層非常高 搶救起來相當困難 加上風勢強勁 助長火勢不斷的延燒 好 剛才你看到 就在颱風夜這一天的風牆雨之後 不過在台北市的這一棟 長安東路的大樓 突然這個九樓的貿易公司 發生了火起 窗戶這邊人是不斷的 因為強風吹起是下了 裡面不斷的飄出了 大量的這個易燃的物品 目前火勢可以說是一發不可收拾 發生大火的地點 就發生在台北市長安東路 一段一棟大樓 28號晚間大樓靠近頂樓的樓層 突然發生大火 消防人員雖然努力灑水灌救 但由於風勢強勁 讓火蛇越燒越旺 甚至有六名消防隊員 在救火的過程中不慎受傷 現在已經緊急送醫救治 其他消防隊員 也正在努力控制火勢 至於大樓裡面 有沒有其他人員受傷或者受困 要等火勢進一步受到控制後 才能了解 記者台北重要報導 有幾乎 好